我们在死者的收集上 发现了他跟白大神的聊天记录 在17年1月16日的时候 死者曾经向白大神求职 说大神召我一下 我能在你家当保镖吗 但是两个人的下一次对话 发生在9月5号 真红给白大神发了一条 太子爷没想到有一天被我踩在脚下吧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发生了逆转 接着打开白大神箱子 我们发现了一个事件 白大神的父亲是首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 阿里白白公司的总裁 大家还记得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真红说他是首富 首富在这坐着 还半入座 谁是首富 白大神坐这 那真红又做了什么呢 白大神的手机上拍到了一张图 朋友你这是要大发的节奏 然后真红的回复是 天哪老头竟然把财产给了我 他不会是脑子一热就反悔了吧 这条信息是在8月25号发生的 合理猜测他说的老头应该是白大神的父亲 然后根据病例显示 白大神的父亲死于 17年的9月2号 真红跟他的身份逆转发生在9月5号 真红他突然给我发短信说 就是嫁到中落 他还挺壮的 我说你给我当保镖吧 他就很痛还就答应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父亲就突然突然去世了 遗产还都给了真红 我只拿到了一小部分的钱 但我才是他的亲儿子 他跟真红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只是一个宝贝 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疑惑的一点 所以我为什么找律师调查他呢 我想调查他是不是我爸的私生 或者有其他的关系 但是我发现他跟我爸的血型完全不一样 我爸是O型 他是AB型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血缘关系 在白大神的一个优盘里面 拍到了自己的父亲重症身亡的那一天 这就是真红 白大神拍到的 所以白大神发现他父亲死的那一天 真红在父亲的现场 他发现他父亲死的有蹊跷 然后在他的箱子里面 有黑黑黑侦探社 也就是说他在调查这件事情 抱歉很遗憾 无法找到可以给真红定罪的证据 他缺少关键性的证据 无法用法律的手段制裁真红 我想说我跟他一组 我都不知道他帮了我这么多东西 所以刚才真太说 你是一个boring的人 我都快疯了 你太精彩了 我觉得他很有杀人动机 去把我父亲害死 然后继承了一个遗产 你最怀疑谁 白大神 白大神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